韩国政坛风云再起,韩国第一夫人被调查,原因竟是收受名牌包,韩国第一夫人被专案调查上热搜了。韩国这第一夫人金剑西的名牌包事件可真是越演越烈啊。连韩国检察总长李元熙都亲自下令组建调查组了,看着阵势,这是要一查到底的节奏啊。 事件起源,韩国第一夫人金剑西再度成为舆论焦点,事件源于2022年9月13日,金剑西被曝光收受旅美韩乔牧师崔在英贿赂的一款价值约300万韩元的迪奥包,相关视频显示,崔在英通过隐藏摄像头拍摄了这一过程,此后事件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波。 尽管金剑西和韩国总统尹熙对此事保持沉默,但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在国会议会选举中获胜后表示将推进涉及第一夫人调查法案,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检察机关加快了对事件的调查速度,这一万六的包包对于普通人来说的确是奢侈品,不过那可是第一夫人啊,就因为收一个包就被查了,鼠石捡了芝麻丢了钻石啊,此事迅速冲上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吐槽和热议。 据说送包的是崔在英,韩乔牧师和金剑西是老乡,关系颇深,但崔在英不是善类,他公开这段视频可不是为了增进友谊,而是指责金剑西滥用权力。 他说,金剑西随便指派金融服务委员会的高官,并利用第一夫人的权利把总统办公室的系统私有化甚至垄断了起来,作为韩国第一夫人,她的行为举止一直备受关注。 然而,这次涉嫌贪污受贿的事件却让人们开始对她的诚信和道德品质产生了质疑,这一事件也让人们对韩国的反腐败工作产生了更深的思考。 当然了,这一件事看起来更像是竞争对手的故意抹黑和小题大作,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第一夫人金剑西本来是一位非常旺富的女人,她在老公第一次参加选举的过程中可谓功不可没,凭借自己的魅力和人气,为老公提高了不少的选票。 她的老公当选后,两夫妻更加是全世界秀恩爱,让人见识到了这一对夫妻的深厚感情,也让人不禁感叹,韩国第一夫人金剑西果然名不虚传,长得是真的漂亮,甚至不输娱乐圈一线女星,叫人叹为观止。 只是,实在是没想到,韩国第一夫人竟然栽在了一款只有1.6万元的奥迪包里,这事一出,韩国政坛那是风起云涌,反对党自然是不依不饶,要求总统给个说法,可尹熙悦和金剑西两口子最初选择了沉默是金,仿佛是在玩一场看谁憋得久的游戏,直到两个多月后,舆论的海啸实在挡不住了。 尹熙悦这才站出来,替夫人发声,直言这是一场高端定制版的政治阳谋,还说夫人太心软,没狠下心据收礼物,结果就被有心人士给摆了一道,争议并非首次,金剑西的争议并非首次,早在去年,他就因求直时虚报工作经历和获奖情况而公开道歉,今年又爆出工作经历和获奖奖项造假等丑闻,尽管警方最终决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他的形象已大受损害, 作为韩国总统夫人,金剑西的生活作风也备受诟病,他的奢华首饰和炫富行为更是成为了公众批评的焦点,在韩国民众的心中,其不仅是贤惠的妻子,优雅的第一夫人,成功的商人,更是具有优秀履历的高知,但很快就遭到了知情人士的打脸,在从商领域,金剑西创办了科瓦那内容公司,主营艺术相关产业,并善于投资股票等,个人身价高达70亿韩元,折合约4000万人民币, 但这遭到了知情人士爆料,该公司涉嫌偷税漏税,而且金剑西届办展会收取大公司的回扣,还涉及操纵股票等腐败行为,在教育方面,金剑西作为韩国首尔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还取得了艺术相关博士学位,从小到大的工作履历,更是让人赞叹不已,但很快遭到打脸,大家翻出了他在笑时的论文,遍布着抄袭他人的内容,网友越扒越多, 随即发现,金剑西从小到大的履历中也存在诸多虚假,编造的内容,在简历中多达20条,韩国总统尹锡悦,这才上台没多久,就有人盯上他了。 据说啊,尹锡悦的老婆,也就是韩国第一夫人金剑西,被爆出收受贵重礼物,价值300万韩元的名牌包,这事一出,韩国舆论炸锅了,大伙都在议论,堂堂第一夫人咋能这么不检点呢? 但仔细一琢磨,这事可不简单,尹锡悦上台后,一门心思往美国怀里钻,这让不少韩国人担心啊,要是尹锡悦把韩国带到了美国的战车上,那朝鲜半岛战争重启可就不远了,所以啊,这出第一夫人丑闻, 说不准就是有人故意设讨,想把尹锡悦拉下马,这一出闹剧,会不会让尹锡悦成为韩国历史上最惨的总统,他上台才几个月,就有这么多麻烦事,日子还怎么过,这背后,又有什么深层次的博弈在进行,事件引发网友热议,这事传到咱们这儿,网友们可炸了锅,评论区简直比剧情还精彩,有人心疼金剑西,哎呀,不就一个包包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 还有人脑洞大开,怀疑这是不是一场针对总统的大戏,毕竟,这年头谁送礼还自带证据链,生怕别人不知道。 当然,也有网友另辟蹊径,猜想金剑西或许是被家里的顶梁柱给逼的,毕竟韩国总统这职位可不是闹着玩的,压力山大啊,更有网友调侃,收包也得讲究档次,1.6万的包包都不够塞牙缝,至少得爱马仕起步吗? 不过,话说回来,在真相浮出水面之前,咱们还是得做理智的吃瓜群众,别跟着瞎起哄,传播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小心成了谣言的搬运工。 在真相大白之前,我们应以理性和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一事件,切勿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以免误导公众,对于此事,你有什么看法呢? 动灵美女金剑西,金剑西出生草根,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政府公务人员,而且在她15岁的时候就已经病逝,好在金剑西的母亲崔恩顺是个女强人,为了养活金剑西兄妹四个,她在当地开了小吃摊和服装店,后来崔恩顺的生意越做越大, 还涉足了房地产行业,赚取了不菲的身家,剩业红火的同时,崔恩顺也没有放下对孩子的教育,金剑西喜欢绘画,本科选择了经济大学的美术专业,之后她又考研成功,到书名女校攻读教育相关的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金剑西一鼓作气,之后又进入韩国国民大学研读博士,如此优秀的学历,给了金剑西一块极好的敲门砖,让金剑西进入社会后如鱼得水,金剑西的专业跟艺术紧密相关, 毕业后她选择进入艺术圈,广泛结交人脉,更是举办了多次大型展览,从小吃摊主女儿成为第一夫人,我们要相信人有逆天改命前例的,金剑西从一个小吃摊主的女儿成为第一夫人,就足以说明她拥有自己的向往与梦想,想起金剑西初相亲尹熙岳大叔时的情形,那使得她很有头脑,拥有一定的财富,根本看不上大自己的大叔,没想到年过半百的尹熙岳竟然很有浪漫潜力, 竟然鼓起勇气写了封邮件给女强人,我会给你做一辈子的饭,你看人家这情商,面对一个看破人生,对女色无感的男人,直接打温情牌就够了,事实证明,尹熙岳是聪明的,而金剑西在强大,内心也是,对恋情向往不已的,结果就是,只能栽到恋爱脑的坑里,结为抗力, 2012年,金剑西和尹熙岳结为抗力,当时两人分别52岁和40岁,真可谓是老来夫妻了,结婚后,金剑西继续在商界打拼,而尹熙岳则继续她的从政之路,两人的夫妻关系倒是很好,尹熙岳非常宠爱这个比她小12岁的老婆,生活中总是百依百顺,而金剑西凭借着自身的财力,也帮助了尹熙岳很多。 在韩国,官员贪腐行为非常严重,但尹熙岳凭借着父婆老婆就完全没有这些风险,她的仕途尽管跌跌撞撞,有升有降,但生活方面却再也不用担心了,然而,两人的生活将很快迎来大转变,就连金剑西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达到如此高度,金剑西的受贿案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贿赂问题, 它更是韩国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在面对权力和金钱诱惑时的挣扎和抉择,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在权力的游戏中,每个人都应该铭记这句话,因为最终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往往不是权力的大小,而是他如何使用这份权力。